他说的是黄河土建的一座墙 然后再来说我最喜欢的是一进来的那个稻铁 他说我不是韭菜我是麦子 然后他说要麦子跟高粱两收 我就觉得这样子很像万物循环 我觉得很有历史的那种概念 然后我们是西方的文化 这罗马竞技场 然后还有他的黄土的那种高墙 刚好是我们中国跟西方的历史的相互对应 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 但我们在台湾的历史课本上都没有看到 我就觉得很感动 然后刚刚看到了天子的影视 我就觉得虽然只有两个人 但是他最后说的那句 我说很感谢你把历史留下来 一直记得我们就觉得好感动 好自动的说声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整一进来的那个象棋 两边都一黑一白 他的四面墙上面都有名字 然后他没有讲话我没有注意到 其实这是全部中国人的地步 我就一般的就走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导览比较好 然后就仔细仔细的去看 但我还没有找到我的信息 所以我希望我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找到我的信息 我就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仔细看 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边 后来这个网路渐渐发达了 然后慢慢开放了 然后可以来这边交流了之后 慢慢看了才知道 原来跟我们平常看的是不一样的 然后常常觉得 真的可以多推荐说 多朋友可以多来看看